南投仁安湘卡都部落在去年正式成立部落会议 而为了落实部落自主管理精神 在族人的共事下 24号晚间召开部落会议 讨论部落检疫自来水管理办法 公募更新及闲置多年的公共用地等公共事项的规划 由于是首次召开会议 族人讨论热烈 这个部落会议能够说产生很多很多一个 我们都不了解的事情 能够从这个会议起发生 让部落能够更有一个争取的一个窗口 目前最需要的当然 也就是检疫自来水的修缮和改善 再来其他的这个建设 部落会议里面有基本的公式 依照原机法第21条所规定的 因资商并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参与 就是要寻部落会议参与的机制 透过由下而上的讨论 彰显部落的主体性 我们应该族人要学习怎么样掌握自己的资的权利 让我们自主权能够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 我们族人应该要充分讨论出我们想要的结果 在报请相公所来协助经费的申请 部落会议的话感觉会比较全面性 他们会全面去思考他们将来部落的一些公共议题 原机法其实有规定的嘛 就让他们部落自主自治 让他们去学习这样的 透过这样的一个会议 让他们学习一个公民的议题 经过族人的共事之后 决议检疫自来水管理委员会主委 由现任村长担任 会中也同意公募更新 即变更闲置已久的公共土地 而公所将依照部落会议的决议事项 积极来协助后续推动事宜 原事新闻 18度南投仁爱采访报导